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善坤博士 今天赵博士要和同学们分享 四年级设计与工艺单元四 包装卧最强 好,我们来做以下的练习 第一题 为什么食品需要包装 除了A,价格便宜 B,吸引顾客购买 C,外表更加美观 第二题 什么食包装 A,包装是一种用来保护产品的 容器 以确保在运送、储存或展示时 都保持良好的品质 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包装 有些包装看起来很简单 有些包装却很精美 B,包装是利用各类生产工具 对各种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加工、装配或处理 使之成为产品的方法和过程 第三题 哪项不是包装的种类 A,铝制品 B,锡制品 C,是食品 D,玻璃制品 第四题 下列哪项是属于食品的包装 A,鞋盒 B,手提包 C,便当盒 D,玩具盒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亚罗斯党陪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他们制作礼盒 导师是赵善昆博士 七才 六十五 四十五 二 siè 六五 好,今天赵博士就分享到这里 赵博士希望同学们学习愉快 加油哦 拜拜